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看一个神奈川川崎市的房子 不是东京的房子,但是距离东京很近 有多近呢?一会儿有个地图给大家展示一下 川崎市是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东京都市圈的重要城市 位于神奈川的东北端 川崎借助多摩川河的水利之变 又紧邻着东京和横滨 目前是日本著名的工业城市之一 今天要看的是位于川崎的一座公寓 三室一厅,一车位,一院子 售价为5598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360万 建成于2002年 步行至东吉东横县的新丸子站6分钟 刚才说川崎到东京很近啊 从左面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只需要一站,越过多摩川河就能进入东京大田区 房屋的专有面积在日本公寓来说算比较大了 是78.41平米 此外还有4平米的小院子和一个专用的停车位 这个屋子是位于一楼的 除了配了一个停车位 它的价格也比较合适 经济小哥给我看了一下目前同时在售的同类型中古房产 这个屋子的一平米使用面积在71.4万日元左右 和同类在售房屋相比还是有不小的竞争力的 好,那下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这个一楼房屋的格局 一进门是一个长走廊 左手边是三开门的两套柜子 上面有电表箱,底下可以放鞋子 走廊的右边有一面穿衣镜 走廊很长啊 我们往里走 先看右手边的第一个房间,是一个次卧 次卧比较宽敞 窗户对面的墙上有两部分储物空间 其中一个是很宽敞的对角衣帽间 另外的双开门隔间可以放一些被子和生活用品 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和刚才的卧室基本相同的房间 这个屋子也比较宽敞 墙壁内部也有一个内置的储物空间 右边可以置物,左边挂衣服 从卧室出来 对面有个内置的空间 也可以放一些常用物品 再往里走 右边的门打开是个卫生间 马桶是全自动的 马桶上方有储物空间 卫生间的对面是个比较宽敞的 盥洗室和浴室 洗手台的右手边有储物空间 洗手台的底下左边有抽拉的柜子 右边是荷叶式的 这个按钮控制下水 水龙头可以旋转,可以抽出 左边可以置物,放擦手毛巾等 镜子后面也可以置物 洗手台的对面可以放洗衣机 洗衣机上方的储物柜 可以放置一些清洁用品 旁边的墙上有浴室的通风换气装置 浴室还是比较大的 浴缸有坐面的地方 装修简约高级 上方是晾衣杆和烘干机 这个浴室比普通的浴室要稍宽一些 旁边的墙上配备着架子和毛巾架 我们再往里走 右手边是一个厨房 后面的墙角可以放置冰箱 厨房的上方是吸油烟机 墙面有热水装置 底下是嘎丝炉 调料柜和烤箱 底下的柜子有大有小 非常好推拉 这个屋子还配备了洗碗机 适合人多的家庭使用 我发现今年开始新装的房屋水龙头都会自带精水装置了 这样指引就简单多了 不然像我这种洁癖 可能烧开了才会喝 侧边的墙上有个历史遗留产物 是可视电话 但是是老式的 再往里走 打开这边的四扇门 是非常丰富的收纳空间 再往里走是主卧和客厅 客厅点缀了一点软装 从主卧的窗户看出去 外面有一个专用的停车位 对于公寓来说 有专用停车位的情况非常少 日本公寓在正常情况下 一个租车位 一个月的租金也在1000到2000人民币左右 所以带停车位的公寓一年 也能省两三万人民币 主卧也带一个四扇门的储物间 储物间非常的宽敞 底下可以放行李挂衣服 上面放被子 整个屋子的格局是非常经典的日本三世 以前看过我视频的朋友 应该也会觉得熟悉 最后我们再去小庭院看一下 旁边有一组晾衣架 侧边有水管 小院子不大 带一个后门 这样的屋子也非常适合有老人的家庭 这个角度看出去就是停车位了 好 那今天的川崎三世就看完了 视频的最后 要记得给我点赞哦